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问题是负债比较高一点 但是我想都无损它那个投资的价值 所以暂时 因为市况本身现在还是比较难看的 所以我都会建议以后低部署会比较好一点 虽然买入价5元好像比较低 但是我觉得这些水平合理 所以现在还是先维持部署策略 ok 都要等一等才可以买到 ok 上个星期就是2014年的最后一次推股份 你就给了一些讯息大家推回环保股 预料到2015年的环保股 那么多的板块来说大家都值得留意的 现在2015年了 第一次推每周一股 那会不会说哪个板块呢 是不是都跟回环保股 还是哪一个 就是会不会说今天推的股份 就可以有个愈启示给大家听 就是说原来这个板块在2015年都看好了 其实我在电台也录了一个录音 都是说今年有什么板块可以hold的 之前六个一个的了 其实环保股也是重点来的 但是这个板块是哪一个呢 我看得比较是乐观的 就是医药股 其实我也选了两个 当时也是选了一只 就是社会集团1093 另一只就是四环医药 医药在2014年来说都强势 是否都预示15年都会继续强呢 会是 你可以说这些板块都不弱而同 是受到那个国策的因素 所以变上这些股份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特别是医药板块 因为其实在过去这三个月的时间 它的表现都做得不太理想 但是到这些水平 其实我觉得一个比较上是 中线一点的看法 都可以hold回 你都说了 就会推借460四环医药 现在股价靠稳步5.1 暂时升4仙 不过近日来说 表现就比较不济 一般的 如果你看回这半年 或者这几个月的表现来说 就先介绍一下那个业务 大家都知道 它有很多不同的专利 其实这家公司就在01年成立 只是发展了13年 过程就非常成功 已经成为在中克心脑血管处方药 市场最大的一间企业 另外 仍然我都看到了 有70几个研究项目 14个创新专利药等等 很多不同的授权或者专利 还有它们有一个很强的销售网络 有成3000个分销商 所以就说 可以完全是全国最大一个分销网络 已经回到 更加可以覆盖成过万间的医院 全国性来说 非常之成功 可不可以再说多一点 有些什么的特别之处呢 其实四环本身 你说讲开内地方面 其实它有最出名的 就是做心脑血管药 因为如果以它的药种 就是之前来说 譬如安哲利 克林奥这些 都是内地方面 比较受欢迎的心脑血管药 现在有其他的品种代替了 但是无法反应的就是 因为本身内地方面 如果你看回内地市场来计 心脑血管药 以及肿瘤科的病 基本上是两大杀手 两个比较严重的病性 所以对于心脑血管药的需求量 都是很大 所以对于四环 刚刚也提及到 你说它发展的时间 都不算很长 但又吃正这个情况 所以公司的发展 都是比较快的 而且刚刚阿Janet也提及到 因为公司本身的网络 那个营销网络 都可以说是相当之赶 相当之大 所以变相之下 都令到公司的增长 都还是相当之理想的 而且近年 近日来说 其实公司也有些新的搞作 就是开始 都涉及了医院的业务 都开始说 经营了医院 这个也有一些叫 是憧憬的地方 就是刚刚现在看到了 螢光幕上面 理好因素一 拓展医院业务方面 就理好长远发展 就和大家讲一下 这一宗交易 又发生了什么事 就不是说 四环就全部自己出了 他就拍了两名的投资者 因为他们自己就有间公司 就三个人 都看回 因为要按回比例去出资 就四环方面 他们自己就出资了大约4.75亿 就买两间的医院一些股权 对不对 另外也看到就是说 他今次来说 怎样付钱 或者说一下 这一宗交易又是怎样 当中的资金 四亿多厘又值不值呢 其实今次这一宗交易 大家看到这些字都知道了 可以看下一单 就是下一章 下一章 就看到了 这个是出资的比例 OK 基本上你可以说 有三间公司 第一间就是Euromax 这一间就是四环的主要股东 本身是hold住的一间公司 其实你看到持股的比例 一个就是hold住两成三 而要中 即是四环的附属公司 就hold住三成八 这一间公司就是MSPEA 这一间公司是什么公司呢 就是摩根士丹尼 即摩根士丹尼 其是一个叫做私务基金 他专利投资一些叫做 医疗方面的发展 这个是全球性的 基本上出资的份额 和四环是一样的 都是三成八所 其实出的资金就不算很多 因为如果你看回四环本身的 那个财政的状况 公司有十几亿现金 另外一些九亿都是金融的资产 可以变卖的 所以四环本身对于四环来计 那个财政的负担就不算很多 反而你说拍着这些 尤其是摩根士丹尼这一间 就是这个基金 因为本身这个基金都认了很久 还有本身里面很多叫做专财 所以就变相之下拍着这些 比较有经验的人去做 我觉得对于他的发展上是好的 还有其实你可以说 今次对于四环来计算 都是小事由多 因为其实你死的利益 是不是真的很多呢 对于四环来计算 其实也不算是 但变相就是可以开拓多个市场 比公司长远一点的发展 好 用的资金又不是说很多 而且公司有钱 你也说到 现在出资 买了两间医院一些股权 不如也介绍一下 这两间医院有什么特别之处 是否一定要买回来 是否赚钱呢 大就一定大 就是说违隐医院方面 有成超过一千张的病床 是 看回2014年的业务收入 大约4亿左右 当中的4亿来说 有没有提到他们无利 或者赚钱的能力有多高 这一次这个交易本身 其实公司通过里面 最主要说到营业压 例如说违隐医院 就有成4亿的营业压 这个江北医院 都只有3亿多 还有公司说了医院的规模 有多大 还有病床的数量 还有本身有个地区的情况 例如有一次华阴医院 就是当地绝大的医院 今天这个江北医院 就是在南京那边 也是当地一个比较重点的医院之一 但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 在一个通过里面 他有没有提到这两个医院的财务状法 赚钱能力 当然如果你有没有提到的话 难估计 但是应该就不太理想 我觉得 因为如果你是好的 通常会 立即会说出来 当然 因为可能之前的时间 经营上可能是 做得不算是好 这三个派对 这三个派对 入团之后 我都相信 你说他们本身 有经验的话 都可以为公司 可能长远来说 公司执行完之后 都可能前景上 会好很多 而且 始终你可以说 其实 我们这个医院的市场 近年来说 都可以说是大家 比较关注的一个 的版法 大家先看下一张 因为实际上 如果以医院的业务 单单说中国为例 其实你说现在来说 中国是第二大的医药市场 但是 你说医院 医生 那个 公益论来说 其实是不够的 如果你是以中国为例 每千人 大概有两个 两名医生 四张病床 你这个数是多 还是少呢 我都做过一些 叫资料的搜集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香港 一三年的时间 其实 如果你是医院医生 是比中国 一千名里面 只有1.8 但其他的地方 你可以以日本 韩国 美国为例 基本上都超过2 美国最多 一千名去到3.2 就是比较多 但是病床的数目 中国现在一千人 有四张病床 这个数目 相比之下 真的比较少些 香港这个地方来算 上年的时间 一二年的时间 一二年的时间 人口比例 大概一千人 有五张病床 但是和外国相比 例如以日本 和惠例 当地一千人 有十三年 四张病床 相比日本 是比较小 比较少的 所以这些道别 还有些叫做 快证的空间 而且 你可以说 本身内地方面 还有一个 人口老化期 所以对于这些 医疗的 产品的 需求 都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公司 这次入股的情况 短期里面 未必有什么 有什么特别的收益 但长远来说 我觉得 有些地方 大家衷敬一下 好 还有成几倍的增长空间 如果说 每一千人 中国只有四张病床 因为你刚才看到 日本也有十三十四张 但是这个 比较是日本那边 美国呢 美国呢 美国其实是少的 如果看一些数据 是三张领 是少了中国 不过问题是 现在美国 因为这个数据是一零年的 但是近年来计的话 应该当地有些 都有一些医疗的改革 这些方案 所以这个情况 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你说 在亚太市场里面来计的话 韩国 都是九点六张 都是比较多的 所以中国来计 似乎 在这个措施上来计 就不算太理想 好 不如看看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因素 就是说盈利方面 有往做得更加好 亦是有个持续发展的趋势 都看看大数 展示给大家看 就是收益 销售成本 无利 经营日利和股东应佔日利 即顺利方面 头三个做得比较差一点 按年有个跌幅 跌了1成4 至1成半左右 都好事来的 因为销售成本跌了 照价好事 成本跌了 就特别看到 那个经营日利 升得很多 4成9 那么多 其实有什么利好因素 带动到经营日利 是不是有些 除了销售成本 省了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因素 令到经营日利 就变得那么好 其实差都要说一下 就是看大数的话 其实都不算是好的 你见到 销售都跌了1成4 另外 当然你可以说 那个销售成本又跌了 跌了1成半 所以变相之下 毛利 就是你说毛利的跌幅 就比收益稍微跌少了 但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公司在上年 就是上年 上半年 它经营日利 增长到4成8 而这个股东的经营日利 方面 增长3成4 这个数字 都是比收益 为止好 这个都是比较有趣的地方 当然 这个都是因为公司本身 有些策略上的部署有关 大家可以看一看情况 因为事实上 你先看看那些数字 这是一些心脑血管的销售情况 其实公司本身 你说心脑血管的药 占比公司全部的營业板 里面来计 占比9成4 就是基本上 这些药做得好的话 等于就是说 可能公司的业势 最多比较上 会更加飙轻一点 但这个研究幕 大家会见到 销售页的同比增长 是很差的 看回头头的 这五种比较上 是比较普遍的药 当然药名 大家可能比较少听 比较多 可能是哈林奥 安泽尼 但近年理解 欧迪美这一种药 已经成为公司的主打 因为之前 你说哈林奥 安泽尼这些药种 基本上都真的 可能推出了一段时间 都过去了高峰期 所以变相之下 现在有些叫欧迪美 又会成为主打的药种 但销售页方面 真的挺参差的 但正体上来说 都可以说是有个 倒退的情况 但如果以另一个数字 叫IMS 这个数据相比 即ISM的数字相比 这个数字 为何呢 就是按医院的採购量去计 如果这样计算 其实医院的採购量 这些药种全部都是升的 特别升得多 就是圆之狗 和也多加这些药 我刚刚说的主打的欧迪美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这个和公司的策略 是有些关系的 看下一张slide 这个解释给大家听 事实上 因为公司之前 也都在业务上提及到 失益跌 即是revenue跌的原因 最主要公司是 销售策略改变了 简单来说 公司很多的速厂 药的速厂价 其实是便宜了 即是变相 可能药便宜了 加强了竞争 但很多药 现在基本上 就已经是 纳入到基本名策里面 和一些农村合作医药的名策里面 而这些名策进去的话 或程度上 你的药价受到限制 你的药价 本身可能是因为这样 而调低了 但变相就是 可能的量又多了 低于2个量去补价 所以你会见到的现象就是 虽然 它的销售是跌了 但毛利率 依然保持得住 有个比较好的水平 甚至乎 有得升 即是上年的上半年 它的毛利率 是升了百分之0.3 还可以升 另外因为 而且基于 可能它本身有很多的医院 都是因为入到医疗名策里面 更多了一些药种 所以令到公司的分小成本 跌了4.3 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为何公司的经营利润 和纯利 会有个那么k的上升 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变相就是公司如果解释 当然今年的时间 因为公司 转了策略 在前年的下半年 可以转策略 所以公司的业势 实际方面 可能在上年的全年来计 都可能受到影响 但我普遍预期就是 在14年至17年的时间 公司的增长都仍然有很多 策略就不同了 可能focus多了 在医院方面 可以这样说 大家看的数 就说销售和同比增长 就是focus在分销售和零售方面 所以现在百医资源 在和医院的关系更加密切 看回你刚刚最后说到 就是综合大行的预期 说到2014年 和去到17年来说 那个盈利就有望继续增长 这一个预测来自Boomberg 就说给大家听 黄色这个bar就是营严额 14年来说 大约47亿多人民币 15、16、17 尤其是在15至16来说 突然间一跳 由60亿跳队70多亿 那个增长很快 之后就给大家看 就是红色这条线 代表煤股的盈利 亦都是有个强劲的增长势头 非常之好 这个势头 不过是预测来的做法 也不是真的反映到实质成果 但如果以公司所从事的药种 刚刚说到是心脑血管药为主 现在我们方面 这些问题 我想到很难 会很短时间可以解决得到 所以预计公司的增长 仍然可能维持双位措施的增长 如果以这个营股膜上 可以看到的 EPS 每股盈利方面 都可以维持大约2成以上的增长 我觉得如果以一间公司来计 接着2成增长 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这些板块 在之后的时间 我觉得还是有几大的卖点 你说开每股盈利方面 那那个PE大约是多少 如果现在和将来预测的PE 是 如果以现价来计 现价大概32倍 但是只要公司保持增长的话 预计14年的PE 大概是28倍左右 但是如果这个线走的话 基本上公司的PE 都可能是20倍 你说很便宜 它又不算是 但是在很多的药种里面 很多药的板块里面 它都算是比较中间那几间 好 又不是说太贵了 OK 之后下一版 你就要给大家看 有什么动作 保持到它的盈利 有个强劲的表现 就一大抽字的 有点难看 Stanley 但是我总之看到 就是说14年来说 就宣布了很多不同的合作协议 是 哪几个是亮点来的 其实 基本上亮点就真是多的 是 当然有一堆字 大家可能未必了解到 但是你可以说 在14年的下半年 公司有很多合作的方案 OK 特别是和一些军方方面 当然有一个叫伊波拉 不过那个就可能比较长远一点 但是如果你是以近期来计 可能一些抗中瘤的药 公司都下得比较多的功夫去做 这些有点期待 因为现在内地方面 的而且确 你真的可以说是心理血管的药 心理血管的饼 还有就是说 一些肿瘤科的饼 就是癌症那边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公司 不像这一间的 你说好像以往的时间 之前不断都比较 比较喜欢那间石油集团 它都是用多的资源 都会打中瘤科这方面的严慧主义 所以这类的公司 基本上都是会主打这两个市场为主 所以我觉得 如果公司 保持住这些 叫做新的药种提供出来的话 对公司的未来发展 都还是有利的 之前那些医药股 其实受到追捧 有个消息推出来 就是说内地的居民 现在可以上网 看医生 就不用去到公立医院排队 排队排成三四个小时 都看不到医生 是 当时这个消息出来了 看到很多医药股 都有追捧 还有有个憧憬 那会不会说 四环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如果以整个市场来计算 因为这次最主要 是说公司 四环本身的业务的发展 你说大为的大方向 就是医改 或者这些改革的方案 对于这个行业本身 是有利的 还有你都可以预期 就是说在未来一段时间 因为 我们人口老化的情况 都比较严重 而且你都可以说 大家对于健康的意识 都不断提高 我觉得你对于医药的版法 里面来计算 会有个多大的商计 但这个都可能 比较上是政策面去看 还有就是说 对整个行业的发展 都有比较大的帮助 好 会不会又是其中一个因素 大家要考虑 你讲到就是说 医改方面的进度又是怎样呢 讲来讲去 我想了解就是 那个执行能力 或者是会不会有什么 风险因素 因为始终医药股来说 也是那句 很受国策方面 如果突然叫停 又或者有个PORUS 即有个政策突然出来 就说 你的药不可以买得太贵 那又死了 这个办法 我这样看 假设因为现在 都有些以往的时间 都对药价是有些叫管制的 但你讲到医改的话 基本上就希望 可以全民有些医疗的津贴 有些帮助 但是你看上一年的时间 你都可以说 可能政府方面 都比较集中 在一些大的国策上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可能有很多的国策 在医疗改革方面 做到很多的功夫 甚至乎有些叫做 其他的政策 要去忙着做一些 所以医疗改革方面 其实是慢一些 但是因为 始终今年的时间 叫做13、15 差不多 有些政策 开始要落实去做 到未来这几年的时间 所以希望有机会加快 但这个因素 大家要留意 要有消息的时候 可能他们才会有 比较好的表现 另外就是刚刚说到医院业务方面 因为事实上 现在真的刚刚开市 很初期 所以你看到 对股价的帮助 都真的不大 而且反过来 因为始终之前的时间 SA环上升了很多 而且之前也发觉 是红股 所以你变相见到 近这三个月的时间 股价比较 是比较上的 不过这只股份 假设是长线部署 问题也不大 好 先看看部署策略 叫嘉宁观众等一等 5元左右就可以买 暂时看股价图 在50天线左右就增持 都要等一等 美金可以入市 等一等 其实今早就去过5元这个位置 不过下午就冲上来 现在就升多了少少 但这些股份 都是那句 就是长线 我看长线 不是短期的走势 只要跟出部署策略 这些股份 真的有限 好 节目视频差不多了 Sanny 谢谢你在四环方面的分析 大家想重温囊 可以去到我们官网 www.bschannel.com Sanny提这只股份 有没有拿着 都没有持有 休息一会 待会再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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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